乌克兰国家安全局7号表示 挫败了一起针对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的暗杀图谋 抓获一名女子 该女子协助俄罗斯方面 意图在泽连斯基慰问洪水灾区期间 对其进行暗杀 据半岛电视台7号报道 乌国家安全局表示 该女子是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地区 奥卡科夫的居民 曾在当地军事基地的一家商店工作 此前她一直在收集有关 泽连斯基计划于7月底 访问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情报 以便充分掌握她的行程轨迹 无方提前意识到了这一暗杀计划 并在泽连斯基访问期间 采取了额外的安全措施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一直在监视该女子 以获取更多有关其俄罗斯上级 及其任务的信息 据称该女子一直在帮助俄罗斯 准备针对尼古拉耶夫地区的 大规模空袭的活动 同时她还在寻找有关 乌武装部队电子战系统 和弹药仓库的位置的数据 然而在这名女子 试图向俄罗斯特工部门 传递情报数据时 被警方当场抓获 据称 该女子可能面临 未经授权传播武器 和部队动向信息的指控 如果罪名成立 她可能会被判处 长达12年的监禁 今年5月 俄罗斯指责乌克兰 企图用无人机袭击克林姆林公 意图杀害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罗斯官员警告称 俄方有权对此进行反击报复 然而乌克兰官员否认 袭击普京一事 正在庄罗斯官员庇